12年队员生涯,13年教练生涯 郭世强把自己最青春最辉煌的岁月都献给了辽宁篮球 昨晚一场实力差距不会引人关注的比赛 因为广州队的主教练郭世强而备受瞩目 我是游泥哥,讲述有关篮球的故事 比赛的进程一入两队的实力,辽宁大比分获胜 曾经的弟子们用21级3分和35分的分差表现 致敬了辽宁功训教头 赛前赛后,这些曾经的弟子们都一一向老帅拥抱握手问好 从03年开始,当时正值巅峰的郭世强继流勇退 接管了正处在新老交替的辽宁南岚 也是他一步步将辽宁队带回了总决赛 带上了总冠军的领奖台 郭艾伦,赵纪伟,韩德军 这些现在都以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都是在郭志导的悉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星 后卫出生的郭世强 也为辽宁培养了大批国内优秀的后卫线人才 上一场绝杀老冬家的高世炎 如今大红大紫的郭艾伦 国际赛场平平高光表现的赵纪伟 还有如今站在辽宁教练系的杨明 如今联赛日益频繁的交易和转会 让迎战老冬家成为了平场话题 昨晚辽宁全队致敬郭志导 也让CBE赛场上有了浓浓的温情话题 场下不识人情味,场上针尖队卖忙 杨明教练校对郭志导鼓掌加油的慢镜头 也被球迷频频转载评论 杨明是幸福的 作用一众郭志导培养的顶尖球员 本赛季的辽宁又是建制总冠军的强大势力 赛场另一边的郭世强 更是逃离满天下的欣慰 一众弟子如今越来越表现出色 自己带领的新球队新队员 也在全新的联赛场逐步走上正轨 杨明那一笑可能永远会是一个谜 但我更希望它是一种对前人栽树的欣喜 辽宁全队优秀的表现可能是手感爆棚 但我希望这一整个赛季 包括国家队的比赛 都能不负老帅的栽培 打出精彩的表现